内域拍戏需要替身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 这并不是说艺人不敬业 不想自己亲自上场 而是剧组除了代替艺人拍戏的替身外 还有一部分替身是用来走位 调光调教式拍的替身 他们虽然不会在正片中出现 但是对于自己替身的艺人 还是能够近距离接触的交扬 伴我这部作品 因为有肖战的存在而备受大家注目 那么自然免不了的 会有拍戏时的替身出来浅蹭一波 大家自然能够理解这种做法 毕竟粉丝们也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听到 有关于自家正主的一些事情 于是乎 这位替身直接一给肖战当替身 是什么感受 喂 命题口述了一篇小作文 首先就是第一印象 据替身所说 整个剧组开机第一天的戏就是第一集 他们在餐厅中遇到的戏份 替身再见到肖战白衣出来的那一瞬间 第一想法就直接是自己何德何能能给肖战当替身 第二反应就是想要赶紧看看肖战到底长什么样子 非常帅 超级帅 比你们看到视频上还要帅 下颌线非常紧 地球好像对他没有吸引力 肖战身材很好 肩膀很宽 一看就是经常健身 并且有健身痕迹的那种人 皮肤好 眼睛大五官好 但从外形上来看 绝对挑不出任何毛病 并且替身见到肖战的第一天 肖战无论是从发型 还是穿搭来看 适配度绝对是100% 而在演戏方面 替身表达肖战的表演真的非常细腻 不像其他艺人会有葫伦吞藻 一个就带过的毛病 肖战在教养伴我中 光是表演餐厅 等待喷柔戏份 时光张望 这个动作都表现得很好 层次感 很绝从这些表达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替身对于肖战的赞美之情 不论是肖战的外观 还是肖战的表演方面 都进行了绝对的夸奖 那么 就不禁让没有见过肖战的粉丝们好奇 肖战本人到底有多好看啊 演技这种东西 见人见智 并且通过影视作品的表演 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来 尤其是肖战 不仅仅是一个影视演员 更是一名话剧演员 他的演技进步之大 毋庸置疑 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在无数见过肖战的粉丝口中 现实生活中的肖战 比屏幕上的他美貌 不知道多少倍 他本人真的是在 闪闪发光的程度 这一点着实令人无法构思 他的现实样貌 真实度真是太受不了了 仅仅靠一张照片 一些动态视频 肖战就能够成为亚太第一 并且连续霸榜 然而 现如今 不论是粉丝还是替身 亦或是见过肖战本人的路人 全部都统一口径 现实生活中的肖战 远远超过视频中的肖战 想在现实生活中 见肖战的心情 已经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给肖战做光体的替身 能够在互联网上蹭的流量 吸粉 网友们没什么感觉 但是 一想到这个替身 能够近距离接触肖战 急度了